张爱玲 18春半生园 坐于1951年 12 木槿结婚 是借了人家一个俱乐部的地方 那天人来的很多 差不多全是女方的亲友 木槿在上海的熟人比较少 顾太太去贺喜 她本来和曼珍说好了在那里碰头 所以一直在人丛里张望着 但是直到婚礼完毕还不看见她来 顾太太想到 这孩子也真奇怪 就算她是不愿意来吧 昨天我那样嘱咐她 她今天无论如何也该到一道 怎么会不来呢 除非是她子子的病又忽然不好起来了 她实在没法子走开 顾太太马上坐立不安起来 想着曼璐已经进入了迷流状态的也说不定 这时候新郎新娘已经在音乐声中退出礼堂 来宾入座用茶点 一眼望过去 全是一些笑脸 一片嘈杂的笑语声 顾太太置身期间 只有更觉得心乱如麻 本来想等新郎新娘回来 和她们说一声再走 后来还是等不及 先走了 一出门就叫了一辆黄包车 直奔洪桥路住家 其实她的想象和事实差得很远 曼璐竟是好好的 连一点病容也没有 正披着一件断面棉沉衣 坐在沙发上抽着烟 和洪才说话 倒是洪才很有点像个病人 脸上斜贴着两块橡皮膏 手上也包扎着 她直到现在还有几分惊讶 再三说 真没看见过这样的女人 会咬人的 简直像野兽一样 她却没想到 这兽性的形容词 通常是应用在她这一方面的 慢路淡淡的道 那也不怪她 你还想着人家会拿你当个花钱大眼似的伺候着 还是怎么着 洪才道 不是 你没看见她那样子 简直像发了疯似的 早晓得她是这个脾气 慢路不等她说完便简断她的话道 我就是因为晓得她这个脾气 所以我总是说办不到 办不到 你还当我是吃醋 为这个就跟我像仇人似的 这时候我实在给你逼得没法了 好容易给你出了这么个主意 你这时候倒又怕起来了 你这不是存心气我吗 她把一支烟卷直指到她脸上去 差点烫了她一下 洪才皱眉道 你别尽自埋怨我 你倒是说怎么办吧 慢路道 依你说怎么办 洪才道 老把她所在屋里也不是事 早晚你妈要来问我们要人 慢路道 那倒不是怕她 我妈是最容易对付的 除非她那未婚夫出来说话 洪才获得力气生来 夺来夺去 喃喃的道 这事情可闹大了 慢路见她那诺切的样子 实在心里有气 便冷笑道 那可怎么好 快着放她走吧 人家肯白吃你这样一个亏 你花多少钱也没用 人家又不是做生意的 没这么好打法 洪才道 所以我着急呀 慢路却又哼了一声 笑道 要你急什么 该她急呀 她反正已经跟你发生关系了 她再狠也狠不过这个去 给她两天功夫仔细想想 我再去劝劝她 那时候她要是个明白人 也只好见台阶就下 洪才仍旧有些怀疑 因为她在慢针面前实在缺少自信心 她说 要是劝她不听呢 慢路道 那只好多关几天 那那她的性子 洪才道 总不能关一辈子 慢路微笑道 还能关她一辈子 哪天她养了孩子了 你放心 你赶她走 她也不肯走了 她还得告你遗弃呢 洪才听了这话 方式转忧为喜 她正了一会 似乎仍旧有些不放心 又道 不过照她那脾气 你想她真肯做小吗 慢路冷冷地道 她不肯我让她 总行了 洪才知道她这是气话 王笑道 你这是什么话 由我这儿 岂就不答应 我以后正要慢慢地补报你呢 像你这样贤惠的太太往哪儿找去 我还不好好的孝顺孝顺你 慢路笑道 好了好了 别哄我了 少给我点气瘦就得 洪才笑道 你还跟我生气呢 她闲着脸拉着她的手 又道 你看我给人家打得这样 你倒不心疼吗 慢路用力把她一推到 你也只配人家这样对你 谁要是一片心都扑在你身上 准得给你气伤心了 你说是不是 你自己摸摸良心看 洪才笑道 得得 可别又跟我打一架 我架不住你们姐儿俩这样搓弄 说着 不由的面有的色 慢路觉得她已经俨然是一副 左拥右抱的眉眼了 她恨不得马上扬起手来 拉拉两个耳瓜子打过去 但是这不过是她一时的冲动 她这次是报定宗旨 要利用她妹妹来吊住她的心 也就仿佛像从前有些老太太们 因为怕儿子在外面游荡 难以约束 竟故意地教她抽上鸦片 使她沉溺其中 就像要自上的一根线提在自己手里 再也不怕她飞得远远的不回来了 夫妻俩正在房中密谈 阿宝有点慌张地进来说 大小姐 太太来了 慢路把烟卷一扔 向洪才说道 交给我好了 你先躲一躲 洪才忙站起来 慢路又道 你还在昨天那间屋子里待着 听我的信儿 不许又往外跑 洪才笑道 你也不瞧瞧我这样儿 怎么走得出去 叫朋友看见了不笑话我 慢路道 你几时又这样顾面子了 人家还不当你是夫妻打架 打得鼻青眼肿的 洪才笑道 那倒不会 人家都知道我太太贤惠 慢路忍不住扑痴一笑道 走吧走吧 你当我就这样爱戴高帽子 洪才匆匆的开了一扇门 向后房一钻 从后面绕到下楼 慢路也手忙脚乱的 先把头发打散了 揉得像鸡窝似的 又捞起一块冷毛巾 胡乱擦了把脸 把脸上的脂粉擦掉了 把沉衣也脱了 钻到被窝里去躺着 这里顾太太已经进来了 慢路虽然做出生病的样子 顾太太一看见她 已经大出意料之外 笑道 哟 你今天气色好多了 简直跟昨天是两个人 慢路叹道 可 好什么呀 才打了两针强心针 顾太太也没十分听懂她的话 只管喜滋滋的说 说话也响亮多了 昨天那样而 可真吓我一跳 刚才她尽等慢针不来 自己吓唬自己 还当是慢路病逝转危 所以立刻赶来探看 这一节情势 她当然就略过不提了 她在床檐上坐下 握着慢路的手笑道 你二妹呢 慢路道 妈 你都不知道 就为了她 我急得都觉过去了 要不是医生给打了两针强心针 这时候早没命了 顾太太道正住了 只说了一声 怎么了 慢路似乎很痛苦的 别过脸去向着床里 道 妈 我都不知道怎样对你说 顾太太道 她怎么了 人呢 上哪儿去了 她急得站起身来 私下里乱看 慢路紧紧地拉住她道 妈 你坐下 等我告诉你 我都别提多脑恨了 红材这东西 这有好几天也没回家来过 偏昨儿晚上道又回来了 也不知她怎么醉得这样厉害 糊里糊涂地会跑到二妹住的那间房里去 我是病的人是不知 感到我知道已经闯了祸了 顾太太待了半上方道 这怎么行 你二妹已经有了人家了 她怎么能这样胡来 我的姑奶奶 这可坑死我了 慢路道 妈 你先别闹 你一闹我心里更乱了 顾太太急得眼睛都直了 道 红材呢 我去跟她拼命去 慢路道 她哪儿有脸见你 她自己也知道闯了祸了 我跟她说 你这不是害人家一辈子吗 叫她以后怎样嫁人 你得还我一句话 顾太太道 是呀 她怎么说 慢路道 她答应跟二妹正式结婚 顾太太听了这话 又是十分出于意料之外的 道 正式结婚 那你呢 慢路道 我跟她又不是正式的 顾太太依然道 那不成 没这个理 慢路却叹了口气 道 哎哟 妈 你看我还能活多久呀 我还在乎这些 顾太太不由的心里一酸 道 你别胡说了 慢路道 我就一时还不会死 我这样病病歪歪的 哪儿还能出去应酬 我想以后有什么事权让她出面 让外头人就知道她是祝红才太太 我只要在家里吃碗闲饭 好在我们是自己姊妹 还怕她亏待我嘛 顾太太被她说的心里很是凄惨 阴道 说虽然这样说 到底还是不行 这样你太委屈了 慢路道 谁叫我嫁的这男人太不是东西呢 再说这回要不是因为我病了 也不会闹出这个事情来 我真没脸见妈 说到这里 她只擦眼泪 顾太太也哭了 顾太太这时候心里难过 也是因为慢针 叫她就此跟了祝红才 她一定是不愿意的 但是事到如今 也只好委屈求全了 慢路的建议 顾太太虽然还是觉得不很妥当 也为是不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 顾太太渲染了一会 便站起来说 我去看看她去 慢路一咕噜坐了起来 道 你先别去随 又把声音压得滴滴的 秘密的说道 你不知道 闹得厉害着呢 闹着要去报警察局 顾太太失惊道 哎呀 这孩子就是这样不懂事 这种事怎么能嚷嚷出去 自己也没脸哪 慢路低声道 是呀 大家没脸 红才她现在算是在社会上 也有点地位了 这要给人家知道了 多丢人哪 顾太太点头道 我去劝劝她去 我看你这时候还是先别跟她见面 她那脾气你知道的 你说的话她几时听过来着 现在她又是正在火头上 顾太太不由的也愁愁起来 道 那总不能由着她的心而闹 慢路道 是呀 我急得没办法 只好说她病了 得要静养 谁也不许上她屋里去 也不让她出来 顾太太听到这话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打了个寒劲 觉得有点不对 慢路见她呆呆的不作声 便道 妈 你先别着急 再等两天 等她火气下去了些 那时候我们慢慢地劝她 只要她肯了 我们马上就把喜事办起来 红材那边是没问题的 现在问题就在她本人 还有那姓沈的 你说他们已经订婚了 顾太太道 是呀 这时候拿什么话去回人家 慢路道 她现在可在上海 顾太太道 就是昨天早上到上海来的 慢路道 她上这儿来 她知道不知道 顾太太道 不知道吧 她就是昨天早上来过一趟 后来一直也没来过 慢路沉吟道 那道显着奇怪 两人吵了架了 顾太太道 你不说我也没想到 昨天听老太太说 慢珍把她那个订婚戒指调到自纸楼里去了 别是她存心扔的 慢路道 准是吵了架了 不知道因为什么 不是又为了 不是又为了木槿吧 木槿和慢珍一度很是接近 这一段情势是慢路最觉得痛心 永远念念不忘的 顾太太想了一想 道 不会是为了木槿 木槿昨天到世上我们那儿去来着 那时候世君早走了 两人根本没有遇见 哦木槿昨天来的 他来有什么事吗 他突然勾起了满腔醋意 竟忘记了其他一切 顾太太道 他是给我们送喜帖儿来的 你瞧 我本来没打算告诉你的 又叫我说漏了 我这会儿是急糊涂了 慢路呆了一呆 道 哦 他要结婚了 顾太太道 就是今天 慢路微笑道 你们昨天说要去吃喜酒 就是吃他的喜酒呀 这又瞒着我干嘛 顾太太道 是你二妹说的 说先别告诉你 你生病的人受不了刺激 但是这两句话在现在这时候给慢路听到 却使他受了很深的刺激 因为他发现他妹妹对他这样体贴 这样看来 家里这许多人面前 还只有二妹一个人是他的知己 而自己所做的事情太对不起人了 他突然觉得很惭愧 以前关于木槿的事情 或者也是错怪了二妹 很不必把他恨到这样 现在可是懊悔也来不及了 也只有自己跟自己辩解着 事已至此 也叫骑虎难下 只好恶人做到底了 慢路只管沉沉的想着 把床前的电话线握在手里玩弄着 那电话线圆滚滚的像小蛇似的被他扎在手腕上 顾太太突然说道 好好的一个人 不能就这样不见了 我回去怎么跟他们说呢 慢路道 老太太不要紧的 可以告诉他实话 就怕他嘴不紧 你看着办吧 弟弟他们好在还小 也不懂什么 顾太太紧皱着眉头道 你当他们还是小孩呢 为民过了年都十五了 慢路道 他要是问起来 就说二妹病了 在我这儿养病呢 就告诉他是费病 以后不能出去做了 以后家里得省着点过 住在上海太费了 得搬到内地去 顾太太茫然道 干嘛 慢路低声道 暂时避一避呀 免得那姓沈的来找他 顾太太不语 他在上海居住多年 一下子叫他把这份人家拆了 好像连根都铲掉了 他实在有点舍不得 但是慢路也不容他三心二意 拿起电话来就打了一个到红材的办事处 他们那里有一个茶房名叫小桃 人很激紧 而且知书十字 他常常替慢路跑跑腿 家里虽然有当差的 却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用的人 他叫他马上来一趟 挂上电话 他对顾太太说我预备叫他到苏州去找房子 顾太太道 搬到苏州去还不如回乡下去呢 老太太老惦记着要回去 慢路却嫌那边熟人太多 而且士君也知道那是他们的故乡 很容易寻访他们的下落 他便说还是苏州好 近些 反正也住不长的 等这儿办喜事一有了日子 马上就得接妈回来主婚 以后当然还是住在上海 孩子们上学也方便些 大弟弟等他毕业了 也别忙着叫他去找事 让他多念两年书 赶名儿叫红材送他出洋留学去 妈吃了这么些年的苦 也该想享福了 以后你跟我过 我可不许你在洗衣上做饭了 妈这么大年纪了 实在不该再做这样重的事 昨天就是累的 把腰都扭了 你都不知道 我听着心里不知多难受呢 一席话把顾太太说得心里迷迷糊糊的 尤其是他所描绘的大弟弟的锦绣前程 母女俩谈谈说说 小桃已经赶来了 慢路当着他母亲的面 嘱咐他当天就动身 到苏州去另下一所房子 日内就要搬去住了 临时在打电报告他 他好到车站上去迎接 又叫顾太太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叫汽车送他回去 让小桃搭他的车子一同走 顾太太本来还想要求和慢珍见一面 当着小桃 也没好说什么 只好就这样走了 身上揣着慢路给的一笔钱 顾太太坐着汽车回去 心里一直有点坠坠的 想着老太太和孩子们等会问起慢珍来 应当怎样对答 这时候想必他们吃喜酒总还没有回来 他一沁灵 是刘家的老妈子来开门 一开门就说 沈先生来了 你们都出去了 他在这儿等了半天了 顾太太心里扑通一跳 这一紧张 几乎把慢路交给他的话 全都忘得干干净净 当下也只得硬着头皮走进去 和世君相见 原来世君从昨天和慢珍闹翻了 离开顾家以后 一直就一个人在外面乱走 到很晚才回到书会家里去 一夜也没有睡 今天下午他打了个电话到慢珍的办公处 一问 慢珍今天没有来 他心里想他不要死病了吧 因此马上赶到他家里来 不料他们全家都出去了 刘家的老妈子告诉他 慢珍昨天就到他子子家去了 是他子子家派汽车来接的 后来就没有回来过 世君因为昨天就听见说他子子生病 他一定是和他母亲替换着钱去照料 但不知道他今天回来不回来 刘家那老妈子倒是十分殷勤 让他进去坐 顾家没有人在家 把楼上的房门都锁了起来 只有楼下那间空房没有上锁 他便从他房东家里端了一把椅子过去 让世君在那边坐着 那间房就是从前木仅住过的 那老妈子便笑道 从前住在这儿 那个张先生 昨天又来了 世君略证了一证 因笑道 哦 他这次来 还住在这儿吧 那老妈子道 那倒不晓得 昨天没住在这儿 正说着 刘家的太太在那边喊 高妈 他便跑出去了 这间空房关了许久 灰尘满机 呼吸都有点窒息 世君一个人坐在这里 万分无聊 又在窗前站了一会 窗台上一层浮灰 便信守在那灰上画字 画画又都妈了 心里乱得很 只管盘算着见到 曼珍应当怎样对他解释 又想着木槿昨天来 不知道看见了 曼珍没有 木槿不晓得可知道 不知道他和曼珍解约的事 他该不会告诉他吧 他正在气愤和伤心的时候 对于木槿倒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想到这里 越发心里像火烧似的 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 曼珍 把事件挽回过来 好容易盼道后 门口门铃响 听见高妈去开门 世君忙跟了出去 见世顾太太 便迎上去笑道 伯母回来了 他这次从南京来 和顾太太还是第一次见面 顾太太看见他 却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 世君觉得很奇怪 他那神气倒好像有点张黄 他在转念一想 一定是他已经知道 他和曼珍闹决裂了 所以生气 他这样一想 不免有点窘 一时就也说不出话来 顾太太本来心里 怀着个鬼胎 所以怕见他 一见面 却又觉得非常激动 恨不得马上告诉他 他心里实在是又急又气 苦于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 见到世君 就像是见了自己的人似的 几乎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在楼下究竟说话不便 阴道 上楼去坐 他引路上楼 楼上两间房都锁着 房门要是他带在身边 便伸手到口袋里去拿 一摸却摸到曼璐给的那一大碟钞票 那种八成旧的钞票 摸上去是温软的 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碟 钱这样东西 确实有一种奥妙的力量 顾太太当时不由的就有一个感觉 觉得对不起曼璐 和曼璐说的好好的 这时候他要是最快走漏了消息 告诉了世君 年轻人都是意气用事的 势必要经关洞府 闹得不可收拾 再说 他们年轻人的事 都是拿不准的 但看他和曼珍两个人 唯一点小事就可以闹得把订婚戒指都扔了 要是给他知道曼珍现在这桩事情 他能说一点都不在乎吗 到了而也不知道他们还结得成结不成婚 倒先把洪财这头的事情打散了 反而两头落空 这么一想 好像理由也很多 人的理智 本来是不十分靠得住的 往往做了利欲的代言人 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 顾太太把钥匙摸了出来 便去开房门 他这么一会儿功夫 道连换了两个主意 闹得心乱如麻 也不知道是因为手汗还是手颤 那要是开来开去也开不开 结果还是士君带他开了 两人走进房内 士君便搭讪着问道 老太太也出去了 顾太太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 顿了一顿 又道 我腰疼 我一个人先回来了 他去给士君倒茶 士君忙道 不要倒了 伯母歇着吧 曼珍到哪儿去了 可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顾太太背着身子在那儿倒茶 倒了两杯 送了一杯过来 方道 曼珍病了 在他子子家想在他那儿休息几天 士君道 病了 什么病 顾太太道 没什么要紧 过两天等他好了 叫他给你打电话 你在上海总还有几天耽搁 他急于要打听 他要在上海住多少天 但是士君并没有答他这句话 却道 我想去看看他 那儿是在红桥路多少号 顾太太迟疑了一下 阴道 多少号 我倒不知道 我这人真糊涂 只认得那房子 就不知道门牌号码 说着 又勉强笑了一笑 士君看他那样子分明是有意隐瞒 觉得十分诧异 除非是曼真自己的意思 不许他母亲把地址告诉他 不愿和他见面 但是无论怎么样 老年人总是主张和解的 即使顾太太对他十分不满 怪他不好 他至多对他冷淡些 也绝不会家在里面阻止他们见面 他忽然想起刚才高妈说的 昨天木槿来过 难道还是为了木槿 不管是为什么原因 顾太太既然是这种态度 他也实在对他无话可说 只有站起身来告辞 走出来就到一盘店里 借了电话不止一番 红桥路上只有一个住公馆 当然就是曼真的子子家了 他查出门牌号码 立刻就雇车去 到了那里 只是一座大房子 一袋花砖围墙 士君去沁陵 铁门上一个小方洞一开 一个男仆露出半张脸来 士君便道 这是住公馆吗 我来看雇家二小姐 那人道 你贵姓 士君道 我姓沈 那人把门洞呼啦一关 随即听见里面霉屑 路上咔嚓咔嚓一阵脚步声 渐渐远去 想是进去通报了 但是士君在外面等了很久的时候 也没有人来开门 他很想再亲一亲门铃 又忍住了 这座房子并没有左邻右舍 前后都是荒地和菜园 天寒地洞 四下里鸦雀无声 下午的天色黄音音的 忽然起了一阵风 半空中隐隐的似有女人的哭声 风过处 就又听不见了 士君想到 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 不会是房子里吧 这地方离洪桥公墓 想必很近 也许是墓园里心坟上的哭声 在宁神厅时 却一点也听不见了 只觉心中惨期 正在这时候 铁门上的门洞又开了 还是刚才那男仆 向他说道 顾家二小姐不在这儿 士君待了一待 道 怎么 我刚从顾家来 顾太太说 二小姐在这儿吗 那男仆道 我去问过了 是不在这儿 说着 早已豁了一声 又把门洞关上了 士君想到 他竟这样绝情 不肯见我 他站在那里 发了疑惠证 便又举手拍门 那男仆又把门洞开了 士君道 喂 你们太太在家吗 他想他从前和曼路 见过一面的 如果能见到他 或者可以拖他转环 但是那男仆达道 太太不舒服 躺着呢 士君没有话可说了 拖他来的黄包车 因为这一带地方冷清 没有什么生意 兜了个圈子又回来了 见士君还站在那里 便问他可要拉他回去 那男仆眼看着他上车走了 方才把门洞关上 阿宝本来一直站在门内 不过没有露面 是慢路不放心 派他来的 怕那男仆万一应付的不好 这时他便悄悄的问道 走了没有 那男仆道 走了走了 阿宝道 太太叫你们都进去 有话关照你们 他把几个男女仆人一起换了进去 慢路向他们说道 以后有人来找二小姐 一概回他不在这儿 二小姐是在我们这儿养病 你们小心伺候 我绝不会叫你们白忙的 他这病有时候明白 有时候糊涂 反正不能让他出去 我们老太太把他重托给我了 跑了可得问你们 可是不许在外头乱说 明白不明白 众人自施懦懦连声 慢路又把年赏提早发给他们 比往年加倍 仆人们都走了 只剩阿宝一个人在旁边 阿宝见事情已经过了明路 便向慢路低声道 大小姐 以后给二小姐送饭 叫张妈去吧 张妈力气大 刚才我进去的时候 差点儿都给他冲了出来 我拉都拉不住他 说到这里 又把声音低了一滴 悄悄地道 不过我看他那样子 好像有病 站都站不稳 慢路皱眉道 怎么病了 阿宝轻声道 一定是动的 给他砸破那扇窗子 直往里头灌风 这大冷天 连吹一天一夜 怎么不动病了 慢路沉吟了一会 便道 得要给他挪间屋子 我去看看去 阿宝道 你进去可得小心点儿 慢路便拿了一瓶质感冒的药片 去看慢针后楼那两间空房 里间一道锁 外面一道锁 先把外面那扇门开了 叫阿宝和张妈跟进去 在通里间的门口把守着 再去开那一扇门 隔着门忽然听见里面 响郎郎一阵响 不由的吃了一惊 其实还是那一扇砸破的玻璃窗 在寒风中自己开合着 每次烹的一关 就有一些碎玻璃 纷纷落到楼下去 响郎郎跌在地上 慢针是因为夜间叫喊 没有人听见 所以把玻璃窗砸破的 他手上也割破了 用一块手帕包着 他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 慢路推门进去 他便把一双眼睛 定定的望着慢路 昨天他子子病的那样子 简直就像要死了 今天倒已经起来走动了 可见是假病 这样看来 他子子竟是同谋的了 他想到这里 本来身上有寒热的 只觉得热气像一盆火似的 轰得一声 都奔到头上来 把脸长得通红 一阵阵的眼前发黑 慢路也自心虚 他强笑道 怎么脸上这样红 发烧呀 慢针不答 慢路一步步的走过来 有一把椅子倒在地上拦着路 他俯身把椅子扶了起来 风吹着那破玻璃窗 一开一关 筐一关 发出一声巨响 那声音不但刺耳而且惊心 慢针突然坐了起来 道 我要回去 你马上让我回去 我也就算了 譬如给疯狗咬了 慢路道 二妹 这不是赌气的事 我也气呀 我怎么不气 我跟他大闹 不过闹又有什么用 还能真拿他怎么样 要说他这个人 实在是可恨 不过他对你倒是一片真心 这个我是知道的 有好两年了 还是我们结婚以前 他看见你就很羡慕 可是他一直很敬重你 昨天要不是喝醉了 他再也不敢这样 只要你肯原谅他 他以后总要好好的补抱你 反正他对你绝不会变心的 慢针匹手把桌上一只碗 拿起来往地下一扔 是阿宝刚才送进来的饭菜 汤汁流了一地 碗也破了 他捡起一块锋利的瓷片 道 你去告诉住洪才 他再来可得小心点 我有把刀在这儿 慢路默然伴赏 俯下身去用手帕 擦了擦脚上剑的油渍 终于说道 你别着急 现在先不谈这些 你先把病养好了再说 慢针道 你倒是让回去不让我回去 说着就扶着桌子 支撑着站起来往外走 却被慢路一把拉住不放 一刹那间两人已是扭成一团 慢针手里还抓着那半只破碗 像刀锋一样的锐利 慢路也有些害怕 喃喃地道 干什么 你疯了 在挣扎间 那只破碗脱手跌得粉碎 慢针喘着气说道 你才疯了呢 你这都干的什么事情 你跟人家串通了害我 你还是个人吗 慢路叫道 我串通了害你 我都冤枉死了 为你这装饰也不知受了多少 加棍气 慢针道 你还耍赖 你还耍赖 他实在恨极了 刷的一声打了慢路一个耳瓜子 这一下打得不轻 连慢针自己也觉得震动 而且眩晕 他挣住了 慢路也挣住了 慢路本能地抬起手来 想在面颊上摸摸 那只手却停止在半空中 他红着半边脸 只管呆呆地站在那里 慢针见了 也不知怎么的 倒又想起他从前的好处来 过去这许多年来受着他的帮助 从来也没跟他说过感激的话 固然自己家里人是谈不上什么奢恩和报恩 同时也是因为骨肉至亲之间反而有一种本能的羞涩 有许多话都好像不便出口 在慢路是只觉得他妹妹一直看不起他 刚才这一巴掌打下去 两个人同时都想起从前那一笔账 慢路自己想想 觉得真冤 他又是气愤又是伤心 尤其觉得可恨的就是慢针这样一副恋女面孔 他便冷笑了一声道 哼 倒想不到 我们家里出了这么个恋女 啊 我那时候要是个恋女 我们一家子全饿死了 我做舞女做妓女 不也受人家欺负 我上哪儿去撒娇去 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 一样姊妹两个 凭什么我就这样见 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 他越说声音越高 说到这里 不知不觉的 竟是眼泪流了一脸 阿宝和张妈守在门外 起先听见房内扭打的声音 已是吃了一惊 推开房门呆要进来拉圈 后来听见慢路说什么做舞女做妓女 自然这些话都是不愿意让人听见的 阿宝盲向张妈使了个眼色 正要退出去 依旧把门眼上 慢针却趁这机会抢上前去 横着身子向外一冲 慢路来不及拦住他 只扯着他一只胳膊 两人便又挣扎起来 慢针嚷道 你还不让我走 这是犯法的你知道不知道 你还能把我关一辈子 还能把我杀了 慢路也不打眼 只把他狠命一摔摔开了 慢针究竟发着热 身上虚飘飘的 被慢路一甩 他连退两步 然后一跌跌出去多远 坐在地下 一只手正沁在那只破碗的碎片上 不禁矮悠一声 慢路倒已经 噶吱噶吱 踏着碎瓷片跑了出去 把房门一关 钥匙搭的一响 又从外面锁上了 慢针手上拉了个大口子 血层层的流下来 他把手拿起来看看 一看 倒先看见手上那只红宝石戒指 他的针操观念 当然和从前的女人有些不同 他并不觉得他有什么愧对弑君的地方 但是这时候看见手上戴的那只戒指 心里却像针扎了一下 士君 他到底还在上海不在呢 他可会到这儿来找他 他母亲也不知道来过没有 指望母亲搭就是没有用的 母亲即使知道实情 也绝不会去报告警察局 一来家丑不可外扬 而且母亲是笃信从一而终的 一定认为木已成舟 只好马马虎虎的就跟了红彩吧 子子这方面再压上一点压力 母亲他又是个没主意的人 唯一的希望是母亲肯把这件事情的真相 告诉士君和士君商量 但是士君到底还在上海不在呢 他扶着窗台爬起来 窗帘上的破玻璃成为锯齿形 像尖刀山似的 窗外是花园 冬天的草皮地光秃秃的 特别显得辽阔 四面围着高墙 他从来没注意到那围墙有这样高 花园里有一颗紫金花 枯藤式的枝干在寒风中摇摆着 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见人家说 紫金花底下有鬼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 但是 也许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 总觉得紫金花看上去有一种阴森之感 他要是死在这里 这紫金花下一定有他的鬼魂吧 反正不能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 死也不服这口气 房间里只要有一盒火柴 他真会放火趁乱里也许可以逃出去 忽然听见外面房间里有人声 有一个木匠在那里悄悄打打工作着 是预备在外房的房门上开一扇小门 可以从小门里面送饭 可是曼珍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 猜着也许是把房门钉死了 把他当一个疯子那样关起来 那钉锤一声一声敲下来 听着简直追心 就像是钉棺材板似的 又听见阿宝的声音 在那里和木匠说话 那木匠一口普通话 声音有一点苍老 对于曼珍 那是外面广大的世界里来的声音 他心里突然颤立着 充满了希望 他扑在门上大声喊叫起来了 叫他给他家里送信 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他 又把士君的地址告诉他 他说他被人陷害 把他关起来了 还说了许许多多的话 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连那尖锐的声音听着 也不像自己的声音 这样大哭大喊 砰砰砰锤着门 不简直像个疯子了吗 他突然停止了 外面显得异样的寂静 阿宝当然已经解释过了 里面禁闭着一个有疯病的小姐 而他自己也疑惑 他已经在疯狂的边缘上了 木匠又工作起来了 阿宝守在旁边和他攀谈着 那木匠的语气依旧很和平 他说他们今天来叫他 要是来迟一步 他就已经下乡去了 回家去过年了 阿宝问他家里有几个儿女 听他们说话 曼珍仿佛在大风雪的夜里 远远看见人家窗户里的灯光 红红的 更觉得一阵漆黄 他靠在门上 无力的啜气起来了 他忽然觉得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 只得亮亮呛呛回到床上去 刚一躺下 倒是软洋洋的 舒服极了 但是没有一会儿功夫 就觉得浑身骨节酸痛 这样睡也不合适 那样睡也不合适 只管翻来覆去 鼻管里的呼吸像火烧似的 他自己也知道是感冒症 可是没想到这样厉害 浑身的毛孔里都像是分泌出一种粘液 说不出来的难受 天色黑了 房间里一点一点的暗了下来 始终也没有开灯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 方才昏昏睡去 但是因为手上的伤口痛得火辣辣的 也睡不沉 半夜里醒了过来 忽然看见房门底下露出一线灯光 不觉吃了一惊 同时就听见门上的钥匙搭的一响 但是这一响之后 却又寂然无声 他本来是时刻戒备着的 合一躺着 连鞋也没脱 便把被窝一掀 坐了起来 但是一坐起来便觉得天旋地转 差点没栽倒在地上 定睛看时 门缝里那一线灯光 倒已经没有了 等了许久 也没有一点想动 只听见自己的一颗心 砰通砰通跳着 他想着一定又是祝洪才 他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一股子力气 立刻跑去把灯一开 抢着站在窗口 大约心里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意念 真要是没有办法 还可以跳楼 跳楼也要拉他一同跳 但是隔了半晌 始终一点动静也没有 紧张着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 这才觉得他正站在风口里 西北风呼呼地吹进来 那冷风吹到发烧的身体上 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又是寒嗖嗖的 又是热轰轰干呼呼的 非常难受 他走到门口 把门扭一旋 门就开了 他的心倒又狂跳起来 难道有人帮忙 私自放他逃走吗 外面那间堆东西的房间黑洞洞的 他走去把灯开了 一个人也没有 他一看见门上新装了一扇小门 小门里面安着个窗台 上面搁着一支漆盘 拖着一壶茶 一支茶杯 一碟干点心 他突然明白过来了 哪里是放他逃走 不过是把里外两间打通了 以后可以经常的由这扇小门里送饭 这样看来 竟是一种天长地久的打算了 他这样一想 身子就像掉到冰窖里一样 把门扭适了一世 果然是锁着 那小门也锁着 摸摸那壶茶 还是热的 他用颤抖的手倒了一杯喝着 正是口渴的厉害 但是第一口喝进去 就觉得味道不对 其实是自己嘴里没胃儿 可是他不能不疑心 查理也许下了药 再喝了一口 简直难吃 实在有点犯疑心 就割下了 他实在不愿意回到里面房里那张床上去 就在外面沙发上躺下了 在那旧报纸包裹着的沙发上睡了一宿 电灯也没有关 第二天早上 大概是阿宝送饭的时候 从那扇小门里看见他那身吟一语的样子 他因为热度太高 神志已经不很清楚了 仿佛有点知道有人开了锁进来 把他抬到里面床上去 后来就不断的有人送茶送水 这样昏昏沉沉的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有一天忽然清醒了许多 见阿宝坐在旁边支荣县 嘴里哼哼唧唧唱着十二月花明的小调 他恍惚觉得这还是从前 阿宝在他们家帮庸的时候 他想他一定是病得很厉害 要不然阿宝怎么不在楼下做事 却到楼上来守着病人 母亲怎么到不在跟前 他又惦记着办公室的抽屉钥匙 应当给书惠送去 有许多文件被他锁在抽屉里 他要拿也拿不到 他想到这里 不禁着急起来 便喃喃说道 杰民呢 叫他把钥匙送到许家去 阿宝先还当他是说胡话 也没听清楚 只听见钥匙两个字 以为他是说房门钥匙 总是还在那儿闹着要出去 便道 二小姐 你不要着急 你好好的保重身体吧 把病养好了 什么话都好说 曼针见他答非所问 心里觉得很奇怪 这房间里光线很暗 半边窗户因为砸破了玻璃 用一块木板挡住了 曼针四面一看 也就渐渐的记起来了 那许多疯狂的事情 本来以为是高热度下的乱梦 竟不是梦 不是梦 阿宝道 二小姐 你不想吃什么吗 曼针没有回答 半赏 方在枕上 微微摇了摇头 银道 阿宝 你想想看 我从前带你也不错 阿宝略顿了一顿 方才微笑道 是的呀 二小姐带人最好了 曼针道 你现在要是肯帮我一个忙 我以后绝不会忘记的 阿宝支着融线 把竹针倒过来 搔了搔头发 露出那愁愁的样子 微笑道 二小姐 我们吃人家饭的人 只能东家叫怎么就怎么 二小姐是明白人 曼针道 我知道 我也不想找你别的 只想你给我送个信 我虽然没有大小姐有钱 我总无论如何要想法子 不能叫你吃亏 阿宝笑道 二小姐 不是这个话 你不知道他们防备的多紧 我要是出去他们要疑心的 曼针见他一味推脱 只恨自己身边没有多带钱 这时候无论许他多少钱 也是空口说白话 如何能够取信于人 心里十分焦急 不知不觉把两只手都握着拳头 握得紧紧的 他因为怕看见那只戒指 所以一直反戴着 把那块红宝石转到后面去了 一捏拳头 就觉得那块宝石硬邦邦的在那儿 他忽然心里一动 想到 女人都是喜欢首饰的 把这戒指给他 也许可以打动他的心 他要是嫌不好 就算是抵押品 将来我再拿钱去赎 随即把戒指推了下来 他现在虽然怕看见他 也觉得很舍不得 他递给阿宝 低声道 我也知道你是为难 你先把这个拿着 这个虽然不值钱 我是很宝贵他的 将来我一定要拿钱跟你换回来 阿宝起初一定不肯接 慢针道 你拿着 你不拿你就是不肯帮我忙 阿宝半推半就的 也就收下了 慢针便道 你想法子给我拿一支笔一张纸 下次你来的时候带出去 他想他写封信 叫阿宝送到书会家里去 如果士君已经回南京去了 可以叫书会转记 阿宝当时就问 二小姐要写信给家里呀 慢针在枕头上摇了摇头 默然了一会 方道 写给沈先生 那沈先生你看见过的 他一提到士君 已是顺着脸滚下泪来 因把头别了过去 阿宝又劝了他几句 无非是叫他不要着急 然后就起身出去 依旧把门从外面锁上了 随即来到慢路房中 慢路正在那里打电话 听他那焦躁的声音 一定是和他母亲说话 这两天他天天打电话去 催他们快动身 阿宝把地下的香烟头和报纸都拾起来 又把梳妆台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 敞开的雪花高缸一支一支都盖好 又把刷子上粘缠着的一根根头发都剪掉 等慢路打完了电话 阿宝先去把门关了 方才含着神秘的微笑 从口袋里掏出那支戒指来 送到慢路跟前 笑道 刚才二小姐一定要把这个押给我 又答应给我钱 叫我给他送信 慢路道 哦 送信给谁 阿宝笑道 给那个沈先生 慢路把那戒指拿在手里看了看 他早听他母亲说过 慢珍有这样一支红宝戒指 是那姓陈的送他的 大概算是订婚戒指 音笑道 这东西一个钱也不值 你给我吧 我当然不能白拿你的 说着便拿钥匙开抽屉 拿出一搭子钞票 阿宝偷眼看着 是那种十张一叠的十元钞票 约有五六叠之多 从前慢路潦倒的时候 也常常把首饰拿去卖或是当 所以阿宝对于这些事也有相当经验 像这种戒指 他也想着是卖不出多少钱的 还不如拿去交给慢路 还上算些 果然不出他所料 竟是发了一笔小财 当下不免假意推辞了一下 慢路扑的一声把那一打子钞票丢在桌上 道你拿着吧 总算你还有良心 阿宝也就谢了一声 拿起来揣在身上 音笑道 二小姐还等着我拿纸铜笔给他了 慢路想了一想便道 那你以后就不要进去了 让张妈去好了 说着 他又想起一桩事来 便打发阿宝到他娘家去 只说他们人手不够 派阿宝来帮他们理东西 名为帮忙 也就是督促的意思 要他们尽快的离开上海 顾太太再也没想到 今年要到苏州去过年 一来慢路那边催逼的厉害 二来顾太太也相信那句话 正月里不搬家 所以要搬只好在年前搬 他赶着在年前洗出来的入单 想不到全都做了包袱 打了许多大包裹 他整理东西 这样也舍不得丢 那样也舍不得丢 要是全部带去 在火车上打行李票也嫌太迷废了 而且都是历年击下的破烂 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仅只是运出大门陈列在弄堂里 堆在推车上 都有点见不得人 阿宝见他为难 就答应把这些东西全都运到公馆里去 好在那边有的是闲房 其实等顾太太一走 阿宝马上叫了个收救货的来 把这些东西统统卖了 顾太太临走的时候 心里本来就十分创皇 觉得就像冲军似的 想想曼露说的话也恐怕不一定可靠 但是以后一切的希望都着落在他身上了 就也不愿意把他往坏处想 士君有一封信给曼贞 顾太太收到了 也不敢给谁看 所以并不知道里面说些什么 一直揣在身上 揣了好些时候 临走那天还是拿了出来交给阿宝 叫他带去给曼露看 士君的信是从南京寄出的 那天他到住家去找曼贞 没见到他 他还当是他存心不出来见他 心里十分难过 回到家里 许太太告诉他说 他舅舅那里派人来找过他 他想着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赶了去疑问 原来并没有什么 他有一个小舅舅 是老姨太太生的 老姨太太一直住在南京 小舅舅在上海读书 现在放寒假了 要回去过年 舅舅不放心他一个人走 要士君和他一同回去 一同回去 当然不成问题 但是士君在上海还有几天耽搁 他舅舅却执意要他马上动身 说他母亲的意思也盼望他早点回去 年底结账还有一番忙碌 他不在那里 他附近又不放心别人 势必又要自己来管 这一劳碌恐怕于他的并修有碍 士君听他舅舅的话音 好像沈太太曾经在他们动身前 嘱托过他 叫他务必催士君快快回来 而沈太太对他说的话一定还不止这些 恐怕把他心底里的忧虑全都告诉了他了 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固执 其实左说右说一定要士君马上明天就走 士君见他那样子简直有点疾痴白脸的 觉得很不值得为这点事情跟舅舅闹翻脸 也就同意了 他本来也是心绪非常紊乱 他觉得他和曼珍两个人都需要冷静一下 回到南京之后再给他写信 这样也好 写起信来总比较理智些 他回到南京就写了一封信 暗脸写过两封 也没有得到回信 过年了 今年过年特别热闹 家里人来人往 他附近过了一个年 又累着了 病是突然沉重起来 这一次来是汹汹 本来替他诊治着的那医生也感觉到棘手 后来士君就陪他附近到上海来就医 到了上海 他附近就进了医院 起初一两天情形很严重 士君简直走不开 也住在医院里日夜陪伴着 书会听到这消息 到医院里来探看 那一天士君的附近到好了一点 谈了一会 士君问书会 你这一向看见曼真没有 书会道 我好久没看见他了 他不知道你来 士君有点尴尬的说 我这两天忙的也没有工夫打电话给他 说到这里 士君见他附近似乎对他们很注意 就调转画风说到别处去了 他们用的一个特别看护 一直在旁边 是一个朱小姐 人很活泼 把他的小白帽子俏皮的坐在脑后 他们来了每两天 他已经和他们相当熟了 士君的附近叫他拿出他们自己带的茶叶给书会泡杯茶 朱小姐早已注意到他们是讲究喝茶的人 便笑道 你们喝不喝陆安茶 有个杨小姐也是此地的看护 他现在在陆安一个医院里工作 托人带了十斤茶叶来 叫我替他买 价钱倒是真便宜 士君一听见说陆安便有一种一样的感触 那是曼珍的故乡 他笑道 陆安 你说的那个医院 是不是一个张医生办的 朱小姐笑道 是呀 你认识张医生呀 他人很和气的 这次他到上海来结婚 这茶叶就是托他带来的 士君一听见这话 不知道为什么就呆住了 书会跟他说话他也没听见 后来忽然觉察 书会是问他哪一个张医生 他连忙带笑答道 张木槿 你不认识的 又向朱小姐笑道 哦 他结婚了 新娘姓什么你可知道 朱小姐笑道 我倒也不大清楚 只晓得新娘子家在上海 不过他们结了婚就一块回去了 士君就是在问下去 料想多问也问不出 所以然来 而且当着他附近和书会 他们也许要奇怪 他对这位张医生的结婚 经过这样感到兴趣 朱小姐见他默默无言 还当他是无意购买茶叶 又不好意思拒绝 他自命是个最失去的人 立刻看了看他腕上的手表 就忙着去拿体温表替笑同事热度 士君只盼望书会快走 幸而不多一会 书会就站起来告辞了 士君道 我跟你一块出去 我要去买点东西 两人一同走出医院 士君道 你现在上哪儿去 书会看了看手表 道 我还得上厂里去一趟 今天没等到下班就溜出来了 怕你们这儿过了探望的时间 就不准进来 他匆匆回厂里去了 士君便走进一家店铺去借打电话 他计算着这时候慢针应当还在办公室里 就拨了办公室的号码 和他同处一室的那个男职员来接电话 士君先和他寒暄了两句 方才叫他请顾小姐听电话 那人说 他现在不在这儿了 怎么 你不知道吗 士君正了一正道 不在这几了 他辞职了 那职员说 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补一封辞职信来 我就知道他接连好几天没来 这儿派人上他家去找他 说全家都搬走了 说到这里 因为士君那边既然无声 他就又说下去 道 也不知搬哪儿去了 你不知道啊 士君勉强笑道 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刚从南京来 我也有好久没看见他了 他居然还有跟那人客套了两句 才挂上电话 然后就到柜台上去再买了一只打电话的银饺子 再打一个电话到曼珍家里去 当然那人所说的话绝对不会是假的 可是他总有点不能相信 铃声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显然是在一所空屋里面 当然是搬走了 士君就像一个人才离开家不到两个钟头 打电话回去 倒说是已经搬走了 使人觉得震恐而又迷茫 简直好像遇见了鬼一样 他挂上电话 又在电话机旁边站了半天 走出这家店铺 在马路上茫然的走着 淡淡的斜阳照在地上 他觉得世界之大 他竟没有一个地方可去是的 当然还是应当到他从前住的地方去问问 看龙堂的也许知道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他们楼下还有一家三房客 想必也已经签出了 如果有地址留下来 从那里也许可以打听到一些什么 曼真的家离这里很远 他坐黄包车去 在路上忽然想到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不是叫他搬家吗 或者他这次搬走 还是因为听从他的主张 搬是搬了 因为父亲的缘故 却迟迟的没有写信给他 是不是有这可能 也许他离开南京这两天 他的信早已寄到了 还有一个可能 也许他早就写信来了 被他母亲藏了起来 没有交给他 但是他突然辞了职 却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把以上的假定完全推翻了 黄包车在弄口停下 这地方他不知道来过多少回了 但是这一次来 一走进弄堂就感到一种异样的生疏 也许因为他晓得已经人去楼空了 马上这里的房屋就显得秋爱破败灰暗 好像连上面的天也低了许多 他记得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因为曼珍的家始终带一点神秘性 所以踏进这弄堂就有点莫名其妙的包包自威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没有喜悦的成分在内 在那种心情下 看见一些女佣大姐在公共的自来水龙头下淘米洗衣裳 也觉得是一个新鲜明快的画面 而现在是寒冷的冬天 弄堂里没有什么人 弄口有一个小木栅 看弄堂人就住在那里 却有一个女佣立在他的窗外和他谈心 他一身棉袄裤 裤腰部分特别臃肿 把肚子顶得高高的 把他的白围裙织出去老远 他浮在窗口和里面的人脸对脸谈着 士君见这情形 就没有和看弄堂的人说话 先走进去看看再说 但是并没有什么可看的 只是门窗紧闭的一状空屋 玻璃窗上罩着昏雾式的灰尘 士君在门外站了一会 又慢慢的向弄口走了出来 这次那看弄堂的却看见了他 就从小屋里迎了出来 向士君点点头笑笑 士君从前常常给他钱的 因为常常在顾家坛道很晚才走 弄堂口的铁门已经拉上了 要惊动看弄堂的替他开铁门 现在这看弄堂的和他点头招呼 士君便带笑问道 顾家他们搬走了 看弄堂的笑道 还是去年年底搬的 我这儿有他们两封信 要晓得他们地址就给他们转去了 沈先生你可有地方打听 说着便从窗外探手进去 在桌上摸索着寻找那两封信 刚才和他谈天的那个女佣始终立在窗外 在窗口协议着 他连忙一偏伸让开了 向来人家家里的事情 都是靠佣人替他们传播出去的 顾家就是因为没有用佣人 所以看弄堂的尽管消息灵通 对于弄内每一家人家都是一本清账 独有顾家的事情他却不大熟悉 而且因为漫路过去的历史 好像他们家的事情总有些神秘性似的 他们不说人家就也不便多问 士君道住在他们楼下的还有一个刘家呢 搬到什么地方去了你可知道 看弄堂的南南地道 刘家好像说搬到虹口去了吧 顾家是不在上海了 我听见邋遢车的说 说上北火车站嘛 士君心里砰的一跳 想到北火车站 曼珍当然是架了木槿 一同回去了 一家子都跟了去 靠上了木槿了 曼珍的祖母和母亲的梦想终于成为事实了 他早就知道 曼珍的祖母和母亲一直有这个意思 而且他觉得这并不是两位老太太一厢情愿的想法 木槿对曼珍很有好感的 至于他对他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表示 曼珍没有说 可是士君直觉的知道他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他 并不是他多疑 实在是两个人要好到一个程度 中间稍微有点隔阂就不能不感觉到 他对木槿非常佩服 这一点他是并不讳言的 他对他简直有点英雄崇拜的心理 虽然他是默默的工作着 准备以一个乡村医生终老的 士君想到 是的 我拿什么去跟人家比 我的事业才开始到已经中断了 他认为我对家庭投降了 对我非常失望 不过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三年的历史 所以他对我也不无眷恋 但是两三年间 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 而木槿来过不久 我们就大吵 这该不是偶然的事情 当然他绝对不是借故和我争吵 只是因为感情上先有了症结在那里 所以一触即发了 看弄堂的把两封信递给他 一封是曼珍的弟弟的学校里寄来的 大约是成绩报告单 还有一封是他写给曼珍的 他一看见自己的字迹便震了一阵 信封上除了油戳之外 还有一个圆圈形的酱油字 想必看弄堂的曾经把菜碗放在上面 他把两封信拿在手里看了一看 便想看弄堂的微笑着点了个头 说 好 我 想法子给他们转寄去 就拿着走了 走出弄堂 街灯已经亮了 他把他写给曼珍的那封信拿出来辨认了一下 是第二封信 第一封他想必收到了 其实第一封信已经把话说尽说绝了 第二封根本就是多余的 他立刻把他撕成一片片 卖蘑菇豆腐干的人远远吆喝着 那人又来了 每天差不多这时候 他总是到这一带来叫卖 大街小巷都串遍 一个瘦长身材的老头挽着个篮子 曼珍住的弄堂里 他每天一定要到一道的 士君一听见那声音 就想起他在曼珍家里消磨过的无数的黄昏 豆干五香蘑菇豆干 沉着而苍凉的呼声 渐渐叫到这边来了 叫得人心里发空 于是他又想着 还可以到他子子家里去问问 他子子家踏上回去过一次 门牌号数也还记得 只是那地方很远 到了那儿恐怕太晚了 他就多走了几步路 到附近一家汽车行叫了一辆汽车 走到红桥路 天色倒还没有黑透 下了车一沁灵 依旧在铁门上开了一个方洞 一个仆人露出半边脸来 似乎还是上次那个人 士君道 我要见你们太太 我姓沈 我叫沈士君 那人顿了一顿 方道 太太恐怕出去了 我瞧瞧去 说着便把方洞关上了 士君也知道 这是阔人家的仆役应付来客的一种灌计 因为不确定主人见与不见 所以先说着活动话 可是他心里还是很着急 想着慢针的子子也许倒是刚巧出去了 其实他子夫要是在家 见他子夫也是一样 刚才望问一声 在门外等着 他也早料到的 一等就等了许久 终于听见里面拨去门栓 开了一扇侧门 那仆人闪在一边 说了声 请进来 他等士君走进来 依旧把门拴上了 然后在前面引路 沿着一条梅蟹铺的汽车道走进去 两旁都是厚厚的东青墙 在这傍晚的时候 园子里已经昏黑了 天上到还很亮 和白天差不多 映着那淡淡的天色 有一勾弹金色的峨眉月 士君在楼窗下经过 曼珍在楼上听见那脚步声 皮鞋践踏在梅蟹路上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异之点 但是这里上上下下 就没有一个人穿皮鞋的 仆人们都穿布鞋 曼路平常总穿绣花鞋 祝红才穿的是那种粉底直贡的鞋子 他们家也很少来客 这却是什么人呢 曼珍躺在床上 竭力撑起半身 很注意的向窗外看着 虽然什么也看不见 只看见那一片空明的天 和天上细细的一勾 但金色的月亮 他想 也许是士君来了 但是立刻又想着 我真是疯了 一天到晚盼望士君来救我 听见脚步声音就以为是士君 那皮鞋声越来越近 渐渐的又由近而远 曼珍心里急得什么似的 因想到 管他是谁呢 反正我喊救命 可是他病了这些时 发热发的喉咙都哑了 他总有好些天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话了 所以自己还不大觉得 这时候一张开嘴 自己都吃一惊 这样哑着嗓子叫喊 只听见喉咙管里发出一种沙沙之声罢了 房间里黑沉沉的 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 阿宝自从上回白拿了他一只戒指 就没有再进来过 一直是张妈照料着 张妈刚巧走开了一会 到厨房里吃年糕去了 这还是正月礼 家里剩下很多的年糕 佣人们也可以随时坐着吃 张妈煮了一大碗年糕汤 才瞎了一口 呼见阿宝鬼鬼祟祟的跑进来 低声叫道 张奶奶 快上去 叫你呢 张妈忙放下碗来 问道 太太叫我 阿宝略点了点头 傅儿说道 叫你到后头房去看着 留点神 张妈听见这话 只当是曼珍那里 又出了什么意外 荒得三脚两步 跑上楼去 阿宝跟在后面 才走到楼梯脚下 正遇见那男仆 引着士君 从大门外面走进来 士君从前在曼珍家里 看见过阿宝的 虽然只见过一面 他倒很记得他 因向他看了一眼 阿宝一时心虚 怕他和他攀谈起来 要是问起 顾家现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万一到说的前言不对后语 他只把头低着 装作不认识他 静字上楼去了 那男仆把士君引到客厅里去 把电灯开了 这客厅非常大 布置的也极华丽 但是这地方好像不大 那有人来似的 说话都有回声 热水厅烧得正旺 士君一坐下来便掏出手帕来擦汗 那男仆出去了一会 又送茶进来 搁在他面前的一张矮桌上 士君见识两杯茶 再抬起眼来一看 原来慢路已经进来了 从房间的另一头远远走来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旗袍 袍插里又露出水钻箱边的黑绸长裤 他在那偶灰丝绒大地毯上面 悄无声息的走过来 士君觉得他上次看见他的时候 好像不是这样瘦 两个眼眶都深深的陷了进去 在灯影中看去 两只眼睛简直陷成两个窟窿 脸上经过化妆 字是红红白白的 也不知怎么的 确实士君想起红粉骷髅四个字 单就字面上讲 应当是有点像他的脸型 他从来没有和他这样的女人周旋过 本来就有点慌张 因站起身来 像他深深的一点头 没等他走到跟前 就急于申明来意 道 对不起 来打搅住太太 刚才我去找曼珍 他们全家都搬走了 他们现在不知搬到哪儿去了 曼璐只是笑着恩 恩答应着 音道 沈先生坐 喝点茶 他先坐了下来 士君早就注意到了 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纸包 他不禁向那纸包连看了两眼 却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也不像是信件 他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慢路便把那纸包拆开了 里面另是一层银皮纸 再把那银皮纸的小包打开来 拿出一只红宝石戒指 士君一看见那戒指 不由的心中颤抖了一下 也说不出是何感想 慢路把戒指递了过来 笑道 慢珍倒是料到的 他说沈先生也许会来找我 他叫我把这个交给你 士君想到 这就是他给我的回信吗 他机械的接了过来 可是同时就又想着 这戒指不是早已还了我了 当时还了我 我当他的面就扔了自纸楼了 怎么这时候倒又拿来还我 这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假使非还我不可 就是寄给我也行 也不必这样郑重其事的 还要他子子亲手转交 不是存心气我吗 他不是这样的人呢 我倒不相信 难道一个人变了心 就整个的人都变了 他默然了一会 便道 那么他现在不在上海了 我还是想当面跟他谈谈 慢路却望着他笑了一笑 然后慢吞吞的说道 那我看也不必了吧 士君顿了一顿 便红着脸问道 他是不是结婚了 慢路的脸色动了一动 可是并没有立刻回答 士君便又微笑道 是不是跟张木槿结婚了 慢路端起茶杯来抿了一口 他本来是抱着随机应变的态度 虽然知道士君对木槿是很疑心 他道也不敢一口咬定说 慢针是嫁了木槿了 因为这种谎话是很容易对穿的 但是看这情形 要是不这样说 料想他也不肯死心 他端着茶杯 在杯盐上凝视着他 因笑道 你既然知道 也用不着我喜说了 士君其实到他这儿来的时候 也就没有存着多少希望 但是听了这话 依旧觉得轰然一声 人都呆住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隔了有一会功夫 他很仓促的站起来 和他点了个头 微笑道 对不起 打搅你这半天 就转身走了 可是才一举步 就仿佛脚底下 搁吱一响 踩着一个什么东西 低头一看 却是他那只戒指 好好的拿在手里 不知怎么会手一松 滚到地下去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地下的 那地毯那样后 自然是听不见声音 他弯下腰去拾了起来 就很快的向口袋里一揣 要是闹了半天 还把那戒指丢在人家家里 那才是笑话呢 慢路这时候也站起来了 士君也没朝他看 不管他是一种嘲笑的 还是同情的神器 同样是不可忍耐的 他匆匆的向门外走去 刚才那仆人倒已经把大门开了 等在那里 慢路送到大门口就回去了 依旧由那男仆送他出去 士君走得非常快 那男仆也在后面紧紧跟着 不一会 他已经出了圆门 在马路上走着了 那边呜呜的来了一辆汽车 两边白光在前面开路 这虹桥路上并没有人行道 只是一条利青大道 旁边却流出一条沙土铺的路 专位在上面跑马 士君必到那条骑马道上走着 脚踩在那松松的灰土上 一软一软的 一点声音也没有 街灯昏昏沉沉的照着 人也有点昏昏沉沉的 那只戒指还在他口袋里 他要是带回家去仔细看看 就可以看见戒指上裹的绒线上面有血迹 那绒线是咖啡色的 干了的血迹是红褐色的 染在上面并看不出来 但是那血液胶粘在绒线上 绒线全僵硬了 细看是可以看出来的 他看见了一定会觉得奇怪 因此起了疑心 但是那好像是侦探小说里的事 在实际生活里大概是不会发生的 士君一路走着 老觉得那戒指在他裤带里 那颗红宝石就像一个燃烧的香烟头一样 烫痛他的腿 他伸进手去 把那戒指掏出来 一看也没看 就想到旁的野地里一扔 那天晚上他回到医院里 他父亲因为他出去了一天 问他上哪儿去了 他只推说遇见了熟人 被他们拉着不放 所以这时候才回来 他父亲见他有些神情恍惚 也猜着他一定是去找女朋友去了 第二天 他舅舅到医院里来探病 做的时间比较久 孝彤说话说多了 当天晚上病情就又加重起来 自这一天起 竟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在医院里移住两个月 后来沈太太也到上海来了 姨太太带着孩子们也来了 就等着送终 孝彤在那年春天就死在医院里 春天 红桥路住家那一颗紫荆花也开花了 紫郁郁的开了一束的小红花 有一只鸟立在曼珍的窗台上跳跳纵纵 房间里面寂静的异样 他以为房间里没有人 竟飞进来了 扑拉扑拉乱飞乱撞 曼珍似乎对他也不怎样注意 他坐在一张椅子上 他的病已经好了 但是他发现他有孕了 他现在总是这样呆呆的 人整个的有点麻木 坐在那里 太阳晒在脚背上 很是温暖 像是一只黄猫咕噜咕噜浮在他脚上 他因为和这世界完全隔离了 所以连这阳光照在身上都觉得有一种一样的亲切的意味 他现在倒是从来不哭了 除了有时候 他想起将来有一天跟士君见面 他要怎样怎样把他的遭遇一一告诉他听 这样想着的时候 就好像已经面对面在那儿 对他诉说着 他立刻两行眼泪挂下来了 最后一会 感谢观看